咱们把包装里的这些支架拿到这块 这个支架是分左右的,大家去问一下 这是主架侧,这是副架侧,还有这个电框 还有咱们包装里面两个底座 这个安装底座也拿上来,也是分左右 首先咱们把这个这块板 咱们把这个螺丝拿下来以后 把咱们这个支架穿过去 把这个支架用咱们配的这个加长螺丝穿过去 然后把这个垫块垫到底下 然后用这个加长螺丝 把这个支架安装到,这是一个支架 第二个支架也是,咱们把这个垫块垫到底下 然后把支架放到上面 然后用咱们螺丝穿过电框 然后拧在车身上 第三个支架,咱们用原车的这个螺丝 把这个支架拧上 这个螺丝先不用上紧 咱们到时候调整完位了以后,最后再上紧 咱们这边装好了 同样的,副驾驶这侧,咱们跟那边是一样的 也把它装好 然后咱们第二步就上这两个支架 咱们先需要把这个装饰盖扣掉 然后咱们这个支架也是分左右的 大家看一下,这是左,这是右 咱们把这个支架 贴到咱们的这个底座的 这有六个孔 咱们用这个上面的六个孔对准 然后用螺丝把它上紧 下面咱们把上支架和顶部的这个支架 咱们先在下面给它拼接好 这是也分左右的 这是右边的,你拿那个支架 这支,这有八个孔 然后你去对这个底座的八个孔 然后用螺丝把它带顶部 从下往上穿螺丝 这边这个是咱们安装好以后的状态 这是八颗螺丝孔 然后对应的咱们这个有八个孔 还有这个块板有八个孔 咱们用螺丝把它上紧就行了 咱们刚才组装好的这个上支架 咱们现在把它装到车上 这块有两个螺丝孔 咱那个车上防滚架带的两个螺丝孔 咱们用这两个螺丝孔来固定 然后咱们把这个顺到车顶上 然后把这个搁在这个装饰板的里头 然后对着里面这个螺丝孔 用咱们配的这个长螺丝 用咱们包装里带的这个胶皮垫的这个防滚架 和咱们这块板中间就可以 防止它共振还有摩擦 咱们用包装里配的这个螺丝和螺母 然后穿过防滚架的这个洞 然后再穿过咱们顶部这个支架的洞 然后垫上垫片 然后用螺丝 螺母给它锁解 咱看一下咱们那个顶部安装支架 这儿有一个支架 有两个孔位 咱们用包装中配的这个支架 咱们用螺丝把它锁上 这个支架咱们现在装好了 但是这个螺丝咱们先不要上紧 等咱们的装备面板跟它连接好以后 最后再上紧这两颗螺丝 下面咱们把这两颗装备面板装到车上 然后这个面板也是分左右的 大家看一下 有三个螺丝孔的 这是上面 这是左边这块 右边这块也是保证 这三个螺丝孔在上面就能跟 顶上那个支架对上 然后咱们把咱们这个装备面板 这个窗户把它放过来 然后支架上都有相对应的螺丝孔 咱们用螺丝把它上紧 咱们支架安装好以后呢 咱们上这个装备面板的时候 咱们注意一下支架是在装备面板的里侧 有这个支架 这个支架 还有这个支架 还有上侧的这个支架 都是在装备面板的里侧 只有这儿的这个支架 这个支架是在装备面板的外侧 大家装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 然后所有的螺丝咱们都别上紧 把所有的螺丝都对孔拧进去以后 咱们整体上紧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对不准螺丝孔 左边的这个上支架 装完以后呢 咱们先别装右边的 咱们先把这个亮衣杆底座 然后还有亮衣杆 你看一下 这个亮衣杆比较长啊 只能是这个角度 咱们把它放进去 斜着这个角度放进去 然后用底座 把这个亮衣杆 把亮衣杆一头先固定住 把亮衣杆用底座 固定在左侧以后呢 咱们这个杆 就先让它搭在 搭在这块 然后咱们上 右边的上回 咱们包装里有八个这样的爆箍 然后一边是四个 咱们对应的这个底座上 这都有一边有八个孔 然后咱们每边装两个 每边装两个这样的爆箍 然后用螺丝把它锁紧就行了 咱们有四根桌腿 然后咱们把桌腿 卡到咱们这个 卡到咱们这个爆箍上 就行了 这是咱们的储物隔板 咱们把它搭在这个支架上 然后用咱们配的四个星球螺丝 四个孔位 然后咱们对应的把它锁紧 就行了 咱们这有一个特点 就是如果比如咱们后备箱 要装大件物品 咱们这个隔板能碍事 装不了太大的物品 咱们就可以把星球螺丝松掉 然后把这个托板拿下来 搭到咱们这个上支架上 搭到上支架以后 往前顺 就可以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用咱们配的星球螺丝 这有孔位 咱们把它锁紧 咱们把它锁紧就行了 这样的话咱们后备箱 还是一个完整的后备箱 可以装大件物品 咱们这个产品的另一个特色 就是咱们这块隔板 可以拿下来 然后用咱们配的四个腿 摆四个脚 把它旋紧 这样呢 它就变成了一张户外的餐桌 咱们把桌腿装好 翻过来 这就是一张户外用的小桌子